北京时间2024年5月8日中午12点24 太阳爆发了一个X1.0级X射线药斑 于13点36结束 达到橙色警报级别 中国科学院空间环境研究预报中心 5月8日发布了今日太阳药斑爆发情况 北京时间5月8日12点24的X1.0级药斑 值得关注的是 与之前的5次X1别药斑事件不同 此次药斑来源于另外一个位于日面中心附近的活动区 13664 并伴随有全域日缅物质抛射 今天爆发点与5月6日的点13663不同 但是也是日面活跃区 不同的是 这次X1爆发伴随了日缅物质抛射 日缅物质抛射将产生带电粒子 这些粒子将以几百到上千公里每秒的速度向地球抛来 预计在二到三天后到达地球并引发地磁暴 对此许多科学家表示 地球的小冰河期可能即将到来 随后美国宇航局的太阳动力学观测卫星 拍摄到太阳黑子再次出现的图像 不久后 人类将新发现的 距离地球表面约为 三万五千多公里的太阳黑子 命名为Noy 2753和2754 要知道太阳黑子的再次出现 预示着新一轮的太阳活动周期 即将重新开始 或许小冰期不会如期而至 但航天气象预报中心已经预测出 2024年太阳黑子活动将出现周期峰值 并于2031年降至最低点 这一预测和霍金生前的预言不谋而合 霍金认为 在未来15到20年内 太阳将会进入到休眠状态 而霍金预言 太阳的变化将对地球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地球会在数十年内迎来世界末日 到时候只有少数人能够逃离地球 但是终究逃不出太阳系 也就意味着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物种 都将毁灭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道 近日科学家霍金警告称 太阳将在2030年休眠 这将导致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 使得地球步入 小冰河期 那么太阳真的会死亡吗 如果太阳 熄灭 人类又要多久才能感知到呢 太阳终将死亡 太阳 这颗巨大的恒星 其生命力 源自内部激烈的核聚变反应 在太阳的核心 温度和压力达到了极端的水平 使得氢原子能够克服电荷排斥 融合成氦原子 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这一过程 不仅让太阳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也是地球上生命得以存在的能量来源 据估计 太阳每秒钟 可以将426万吨的氢转化为氦 释放出3846乘以时的 26次方瓦的能量 然而 太阳的氢燃料并不是无限的 科学家预测 太阳目前处于其生命周期中的中间阶段 也就是主续星阶段 已经燃烧了约45亿年 还能维持现状大约50亿年 随着氢燃料的逐渐耗尽 太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开始其衰老的过程 太阳的衰老过程 太阳的衰老过程是宇宙戏剧的一幕 当太阳耗尽了其核心的氢燃料 它将开始利用周围的氢进行融合 同时 核心的氦将开始聚变成更重的元素 这一过程会导致太阳内部结构的变化 核心收缩而外层膨胀 使得太阳逐渐变成一颗红巨星 在这个阶段 太阳的直径将大幅增加 可能会吞噬掉最接近它的行星 包括可能的是我们的地球 太阳的亮度将大大增加 但其表面温度会降低 变得红润 这一变化将持续数百万年 直到太阳的外层被抛射出去 留下一个由退化害构成的炽热核心 白矮星 最终 太阳将以一颗暗淡的白矮星 告别宇宙舞台 太阳 熄灭 后人类的感知时间 太阳的 熄灭 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在太阳耗尽燃料 膨胀成红巨星 并最终变成白矮星的过程中 它所发出的光线 仍然需要大约八分钟 才能到达地球 这意味着 即使太阳在某一刻 停止了和聚变反应 地球上的我们也要八分钟后才能观察到这一变化 然而 这种变化不会是突然发生的 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可能持续数万年 甚至数百万年 因此 人类感知到太阳的衰弱 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随着太阳亮度的变化 和地球气候的逐渐改变 人类将逐步意识到 太阳生命周期的终结 那么 当太阳不断衰老 光芒越来越弱的时候 地球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到了那时 人类能做些什么 太阳的衰老 将会给地球带来什么影响 从太阳衰老的过程来看 届时的地球 需要担心的 并不是失去太阳光 而是如何躲避强烈的太阳光 因为虽然在理论上 太阳进入红巨星阶段后 释放的能量变少了 但随之而来的 是其体积的变大 它边界的不断延伸 意味着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 将变得越来越近 那样的话 我们就等于天天生活在一个 巨大的火炉旁边了 地球上的海洋 会在热量的蒸腾作用下 慢慢的消失 同样的 各种植物 也会因为干旱而死 人类虽然非常耐热 但依旧会因为太阳的逼近感到不适 无法继续正常生存 所以此时就得搬家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 那我们能不能先搬离地球 到更远一点的行星上居住 等到时机成熟再回来 事实上 当太阳开始衰老的时候 整个太阳系就已经变得不适合居住了 我们虽然因赶不上太阳的熄灭而庆幸 但也非常好奇太阳的熄灭 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 失去了太阳的地球 又会出现哪些变化 500秒后 地球表面突然一片漆黑 太阳用光浮照太阳系中每一个天体 就像长辈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 如果没有阳光 我们地球将没有白天和黑夜 每天24小时都是一片漆黑 比现在的夜晚还要漆黑 因为除了远处星空 你再也看不到其他亮光 夜空中的月亮 金星 本星也将会失去光辉 当然 地球不会立刻变得一片黑暗 持续500秒光明 因为地球距离太阳约1.5亿公里 光传播速度 约每秒30万公里 也就是说 光线从太阳抵达地球需要500秒 约8点33分 即太阳消失500秒后 地球才会突然变得一片漆黑 地球表面温度向绝对零度靠近 零下273.15摄氏度 是宇宙温度下限 是现实世界 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低温 故而被称为绝对零度 地球没有太阳这个热源 地球表面温度一天比一天低 几年后 地球大气温度降到零下200多摄氏度 不是没有可能 最终会慢慢向绝对零度逼近 太阳消失后几个月 地球表面上的所有海洋和湖泊开始冻结 由此一来 地球表面水循环运动 也将会慢慢停止 很多与天气有关的自然现象终将消失 因为没有热量来蒸发海洋水分 陆地将变得非常干燥寒冷 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就像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中一样 人类只好住进地下 500秒后 地球以每秒29.78公里速度飞离太阳系 前面都说了 太阳依靠着强大引力吸引着所有天体 地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一直围绕太阳旋转 公转速度达到每秒29.78公里 当太阳消失后 由于引力传播速度与光速一致 地球会继续沿着固定围绕 太阳公转500秒 500秒后 地球将沿之前公转轨道的切面 飞离太阳系 方向与黄道面平行 速度为每秒29.78公里 比200多亿公里外的旅行者一号飞船速度 还要快得多 因为旅行者一号飞行速度 不超过每秒17公里 在太阳系中 太阳消失后 第一个结束圆周公转轨道行星是水星 然后是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和海王星 其中速度最快的是水星 每秒47.89公里 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 假设这一天来了 我们应该怎么做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告诉我们 当地球变成一颗流浪星球时 表面将变得非常冷 不再适合任何生命存在 我们不得不向温暖的地心迁移 同时 人类将会让地球前往最近恒星系 在星际空间中 离太阳系最近恒星系 是半人马座 阿弗星 距离约4.24光年 以地球每秒29.78公里速度来计算 地球要抵达这个星系 至少需要400万年时间 不知道人类是否能等到那一天 这一切只是一个假设 太阳不会突然消失 地球也不会变成一颗流浪星球 但太阳中将在50亿年后 耗尽所有燃料 产生超新星爆发 外层迅速膨胀 相信那个时候 人类为生存而做出选择 是直接驾驶着飞船 离开太阳系 将是将地球变成一颗流浪星球 前往下另一个恒星系呢 不过 从目前人类破坏地球的程度来看 或许不用等待太阳衰老吞噬 或者烤干地球 我们就可以先将自己的文明终结了 人类近代发生了九次 影响世界的人为灾害 对地球的生态环境 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美国南部平原的 黑色星期天 1935年4月14日 美国南部平原 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沙尘暴 这场沙尘暴 携带了大约三亿吨尘土 形成了长2400公里 宽1500公里 高3.2公里的移动尘土带 这一天也被称为 黑色星期天 之后 数百人因吸入尘埃 患肺炎致死 其中许多人是婴儿或老人 同时 这场沙尘暴 造成大约50万人无家可归 约250万人被迫转移到其他地方 后来研究者调查研究发现 造成这场毁灭性沙尘暴的主要原因是 美国人对南部平原原始土壤的过度开荒耕作和序幕 导致南部平原发生严重的干旱 进而使得表土变成了灰尘 一刮风 就发生了沙尘暴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 1986年4月26日 乌克兰基辅附近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 造成该地区高辐射 这场事故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由于管理方的低调处理 以及缺乏专业救护知识 导致许多工人和消防员受到辐射 在之后三个月内 30人死于急性放射病 还有数千人受到辐射影响 此外 还有数十万人从附近城市被迫紧急撤离 美国的早期核试验 1945年至1962年 美国在该国南部和西部的几个州 进行了200次核试验 影响了居住在这些地点附近的居民的健康 早期的报告显示 有数千人因为遭受辐射而死亡 但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家 Keith Myers估计的数字为34万至69万人 1990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辐射暴露补偿法 向成千上万的患病美国人及其家人 支付每人5万至10万美元的费用 埃克森瓦尔迪兹石油泄漏事故 这场事故发生在阿拉斯加的威廉王子湾 大约有1100万加仑石油泄漏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 根据美联社的说法 这次石油泄漏 对扩散到了海岸1300英里的范围内 破坏了飞鱼和粉红鲑鱼的栖息地 专家们估计大约有302只海豹 2800只水塔和无数鸟类因这次事故死亡 30年后 一些动物种群 包括鸟类和鲸鱼 仍未恢复 墨西哥深水地平线漏油事故 2010年4月20日 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 导致11人死亡 另有17人因受伤接受治疗 在87天内 该钻井平台损坏的井口 向墨西哥海湾地区 喷出了1.34亿至2.06亿加仑石油 灾难发生5年后的报告显示 超过80万只鸟 6万5千只海龟 12%的棕色蹄虎种群 以及无数海豚因此死亡 据专家称 深水地平线泄漏的10%石油沉入了海底 对海底生态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伦敦的大烟雾 1952年12月5日 伦敦被一股浓密的烟雾 笼罩了5天 以至于所有航空旅行被迫停止服务 除地下之外的所有交通都停止了 据专家估计 这场大雾造成1万2千人死亡 15万人住院治疗 数千只动物死亡 后来调查发现 其中一个原因是 该地区的环境污染 为此 伦敦在1956年通过了 清洁空气法案 该法案限制了英国城市的煤炭燃烧 印度燃气泄漏事故 1984年12月2日 印度伯帕尔的联合碳化物 沙虫技场发生爆炸 导致45吨甲基 疫情酸质气体泄漏 并扩散到了附近城镇 立即造成3000多人死亡 据统计 该事件造成的总死亡人数 估计在1万5千至2万之间 其中有约50万人 受到了该事故的影响 所以 用人类短短几百万年的历史 去猜测几十亿年以后 会发生的事情 似乎真的有些起人忧天